最强鬼故事 朱家大怨的神秘眼神 爱的守护还是灵异力量 导读 这篇文章讲述了朱小杰和吴大伟在执行任务时遇到的危险和困难 以及他们最终成功捣毁毒贩团伙的故事 在朱家大怨中 朱小杰感觉到有一双神秘的眼睛一直在盯着他 最终他明白了这是因为他长得和少侠的情人太相像了 他现在承受的是另一份爱 这篇文章强调了爱的力量和坚定的信念 可以帮助人们克服困难和危险 请看故事详情 朱家大怨坐落在风山脚下 他的主人朱思史是明朝的一个大官 数百年过去了 历经朝代变革 这座大怨仍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 现在已经成了旅游区的一个重要景点 朱小杰是第一次来到这里的 他早就听说自己是朱思史的后裔 这次他和吴大伟办公室来到这座小城 就升空进来看一看 来到大院内 单见古柏苍翠 楼台层层 显得古色古香 两人赞叹不已 走进大院 迎面是一块大石碑 上面写着朱家大院的简介 两人正在读着 朱小杰突然有一种奇特的感觉 似乎有一双眼睛正盯着自己 他抬头向四周看了一圈 并没有人望着他 两人来到一个小池前 朱小杰又感觉有些异样 似乎又是那双眼睛盯过来了 他抬头看 前面那扇门的一个破洞中 有一只眼睛一闪 他装作无意间走向那扇门 发现这扇门后是一个小院子 但并没有人 两人走进人流里 跟着游客们四处看着 这时 朱小杰注意到 有一个人正慢慢靠近自己身旁 突然拿着一把镊子 向他的昆包里夹过来 他装作不经意间 将昆包往前移动了一下 让小偷的家子落了空 那小偷一家落空 就要上前在家 朱小杰冷笑一声 但他还没能出手 那小偷的身子呼得飞了起来 又扑的一声落到地上 左手紧紧抓着右手手腕 脸上露出痛苦的表情 朱小杰看了吴大伟一眼 却见他也在看着自己 两人立即离开了此地 朱小杰轻声问 你为什么当众要将他打成那样 吴大伟吃惊地说 我没动手 还奇怪你为何要在大庭广众下这样出手呢 两人均感到奇怪 又见好多游人都在注意着他们 便无心在欣赏了 匆匆出了朱家大院 刚回到城里的旅店 就接到电话 是他们早就约好过的人打来的 说有事相伤 来到约定地点 等他们的是一个胖子 吴大伟说 我们从大老远跑到这里来 你打算在什么地方交货 胖子哈哈一笑 说 老板打算今晚就见你们胖子 请他们上了车 在小城里转了一阵 才停了下来 这里是一条小巷 两人跟胖子进了一间屋子 房子里面只有两个人 胖子笑道 我们还要换一个地方 这里只是想再次检查 你们身上是不是带着家伙 两人吃了一惊 胖子一笑 说 不是我们信不过你们 但做我们这一行的 多小心一些总是没错的 看到他们身上的却没有带武器 胖子才带着他们从另一扇门出来 前面停着一辆小车 吴大伟和朱小杰心里都暗骂一句 老狐狸 只能跟着上车 小车又驶入了大街 转了一阵 在城郊的一栋小房前停了下来 两人下的车来 朱小杰就感觉有些异样 似乎又看到一双眼睛在盯着他 直觉告诉他 一定是有人在盯着他们 他总觉得有些奇怪 为何这人却如此神秘 胖子带着他们走进房里 就看到站着十多个人 这些人脸上没一丝表情 两人觉得这阵是有点不对 胖子已指着一个人说 这就是我们的方老板 方老板哼了一声 你们也不必再演戏了 说吧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吴大伟吃了一惊 问道 方老板 你为何说这样的话 方老板哈哈大笑 我走了这么多年江湖 可不是白混的 今天在朱家大院 你们录的那一首真绝了 难怪你们敢两个人深入虎穴 不过 要想在我手里玩花样 你们还嫩了些 说吧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也许我还考虑不杀人 看来这方老板已经知道他们的来头了 朱小杰和吴大伟都是警察 为了捣毁这个特大贩毒团伙 他们扮成毒枭与胖子接触 取得胖子的信任后 又通过他的引荐 来到这里接触他的大老板 准备一举捣毁 本来是约好第二天见面的 所以他们今天一到 觉得还有时间 就到朱家大院去看一看 他们估计方老板会派人盯着 也许那双若隐若现的眼睛就是对方的 所以一直都很小心的 没露一点线 但那小偷莫名其妙的一跤 让他们始料未及 只得离开了朱家大院 但小偷跌倒的那一跤 也让方老板怀疑上他们了 所以晚上突然召见 又用计甩开了跟他们联系的警察 现在他们孤身来到毒贩的内部 方老板突然翻脸 他们已置身于极度危险中 吴大伟还带在说 方老板哼了一声 警察已经让我们给摆脱了 他们现在还在等你们的消息呢 不过 他们今晚是没法联系上你们了 朱小杰和吴大伟对望了一眼 看来要走出这地方 只能先下手了 所谓擒贼先擒王 方老板似乎也看到了他们的心思 刚说完话 身子已后退了几步 挥手叫了一声 上 站在旁边的十多个打手护的向他们扑来 吴大伟一推朱小杰说 你走 我来顶住他们 挥拳迎了上去 但对方早已经将他们围住 想脱身哪有这么容易 他们虽打倒了两个人 但身上也挨了好几拳 方老板大声叫道 快动家伙 别让他们活着出去 煞时 几个人挥着刀子向他们砍了过来 朱小杰刚架开一个打手的拳 另一个打手的刀已经砍到了他肩膀 他想闪开却已经来不及了 就在这电光火石之间 就听丁的一声响 那名打手的刀子突然飞出 朱小杰趁机将那人踢倒 就见面前人影一闪 恍惚间几个向他攻击的人 似乎被一个若隐若现的人影给打倒了 眼见吴大伟还在跟几个人激战着 他冲了过去 他刚加入战团 那条人影又出现了 几个来回间 攻击他们的人竟然全被打倒 这些人倒在地上 脸上全现出奇怪的表情 似乎遇上了极可怕的事一般 方老板没想到十多个手下就这么一瞬间被两个人给打倒了 他刷的拔出一把枪来 刚对准朱小杰 就听丁的一声 那把枪竟然脱了手 飞到了空中 方老板大叫一声 左手抓着右手的手腕 脸上尽是惊异之色 疼痛让他的脸上也变了形 吴大伟纵身一跃 把飞在空中的手枪抓住 转过枪口对着众人喊道 不许动 不移惠儿 其他警察也赶到了 这伙毒贩束手就擒 朱小杰只是觉得奇怪 刚才不知是什么人这样帮助他们 竟然来无影去无踪的 这时他又看到了一双眼睛正盯着他 却是从大门外看过来的 他冲了出去 只见一条模糊的人影向前奔跑 他立即追了过去 那黑影奔了一阵 突然身子一跃 上了一面高墙 这墙至少也有三米多高 黑影只是轻轻一跃就过去了 除了武打电影里出现这情景 现实中哪可能有人做得到 朱小杰不由惊呆了 他沿着墙走了一段 发现竟然是朱家大院的围墙 朱小杰和吴大伟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快离开这座小城前 他们又一起到朱家大院看一看 走到一间房里时 只见墙上挂着一幅女子的画像 解说员正在为大家讲解 突然看到朱小杰走过来 吃了一惊 惊叫道 你怎么和画像这么相像啊 大家一看 画上的女子拿着一把扇子 正在铺叠呢 那张脸和朱小杰的却太相似了 几乎就是一个母子倒出来的 朱小杰痴痴地望着这幅画 这时 又感觉一双眼睛正看着他 那种眼神很特别 他回头一看 墙的另一面也有一幅画 画中是一个年轻的男子 手中还握着一把剑 那奇怪的眼神正是从男子眼中透露出来的 解说员向大家讲了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 画中的女子叫朱杰 是朱思史的孙女 朱杰天生丽质 与一个小侠相恋 可就在他们快要成亲的时候 却出现了一件大祸 当时一个邪恶帮派帮主的儿子 我然看到了朱杰 被他的美丽迷住了 求婚不行 就用下三滥的手段将他截走 少侠得到消息后 就单枪匹马去救人 但却中了埋伏 在打斗中 朱杰被帮主的毒粉弄瞎了眼睛 少侠见心上人受伤 奋起神威 将敌人全消灭了 可他也受了很重的伤 临死前 他请求大夫把自己的眼睛换给朱杰 他说 要用自己的眼睛一生一世保护他 朱小杰似乎明白了 那双神秘的眼睛是保护他的 因为他长得和少侠的情人太相像了 他现在承受的是另一份爱啊 从朱家大院出来 朱小杰似乎又看到一双眼睛在盯着自己 不过这次他没有感到惊奇 只觉得有一丝温暖 他想起人们说过的一句话 人的身体可以消失 但是 爱却是天长地久的 谢谢收看 视频制作和美举证